部長跟董事長一起,好嗎? 好,部長,董事長 廖人好 部長好 這個爭議從上個禮拜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這個平面媒體就已經披露 你們有這樣的一個程序 而且是可能預約的 這個法案相關的規定 最起碼就是說 你整個總預算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你們就先行上路 所以造成了爭議 那麼到今天為止 我們還是不解 就是說當時這個決策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是怎麼決策 你們就要公告這個合肥要處理 當時的決策 當然是台電報給經濟部 台電報給經濟部裡面 它裡面就敘述的 就是說依據這個 您剛才講的那個情況 今天各位委員提到的情況 都敘述的非常清楚 這預算法再依據54條 54、58 58兩條 本來那個 那根據第88條 根據第88條 一個新興計畫 還是可以在報行政院同意的情形之下 那麼可以去執行 那已經報過行政院 而且行政院也同意了 所以呢我們就同意 可以進行招標的過程 OK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依據預算法的88條 規定 新興計畫 如果一定要執行 不是不行 還是可以執行 但是得報行政院 同意核准 是 是 清清楚楚 同意核准你們去執行 是 所以你們這個程序都走了嗎 都完成了 這個程序都完成了 所以我們才會同意那個台電去進行招標 但是媒體有沒有 好像比較沒有注意提到重點 就是說你們已經經過這個程序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 大家還是質疑說你們程序沒走完嘛 是 這個可能我們要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是 真的 要各位講得清清楚楚 不要讓人家以為你們就是違法 違反了相關的法規 這個對你們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如果被外界這樣子誤解的話 那你今天說其實程序都已經走完 那是OK 是 謝謝委員幫我們澄清 這非常感謝您 幫我們澄清這件事情 那麼第二個可能的 大家認為是也是瑕疵的 就是你預算都還沒有通過 你就開始執行這個預算 你們自己當時在做決策的時候 認為這個事也沒有問題嗎 是 因為它那個就是預算法88條裡面 它有說因為這個情況比較緊急的話 它可以去經過88條的程序 去執行這個預算 所以我們覺得條件也符合了 所以我們就去執行了 那麼今天有很多種的意見 甚至有人會要求你們去撤銷這個公告 會造成你們很大很大的一個困擾 那再看等一下我們怎麼討論 怎麼樣來在文字上 在做釋法 然後又適合你們可以不至於 造成行政跟立法之間的一個進和的一個問題 希望等一下在協商的時候 你們能夠把相關的背景跟整個未來的做法 能夠講得清清楚楚 不要模模糊糊 那麼現在要執行的這個部分 單純的就是講核一核已經滿意的燃料素 對不對 是 核一廠的一號劑的部分 一號劑的部分 對 就是這個樹滿為患 已經滿了 每個地方在冷卻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乾式儲存這個部分 你們跟新北市 這個台電跟新北市 一直沒有講清楚 沒有講好是不是 到現在為止 主要是在這個水保的部分 新北市政府一直還是沒有發水保證明 他提了很多意見 我們都修改過 進去審還在審查中 審查中 對 這個時程滿長的 我記得這個不是今年好幾年 已經好幾年的時間 一個水保的計畫 可以延宕至此 可以延宕那麼多年 我們也很盡力的在跟這個 因為他後來有換了一些委員來審查 我們也是盡量配合委員在線刊 修改 要補證等等之類 我們也不斷的把這個資料送去 新北市政府 我們當然希望他就水保的部分 審查水保的部分 那你們現在可以預估 大概什麼時候這個部分會完成嗎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從新北市政府瞭解 沒有辦法 當然作為一個市長他一定有他的考量 不單單是工程這個部分的一個技術 或者是可能會有什麼副作用等等 政治的副作用倒是一個最重要的考量 可能很多人也有跟新北市政府建議說 他這個我們用的乾式儲存還不是最好 不過我們的了解就是我們這個全世界 還有更好的嗎 這個就是現在大家已經在用 而且這個是確定沒有問題的一個做法 因為全世界你講到全世界 一個就是最終處理一個就是再處理嘛 就是乾式儲存嘛 乾式儲存是其中一個中間段的這個 對啦 我的意思說我們在處理這個 最後不管你乾式水式冷卻 最後你還是要處理啊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是最終處理 看是怎麼樣的掩埋什麼的 最終處置啦 最終處置 沒有處理 還有就是可以再處理再利用的意思嘛 再處理是其中一個做法啦 對 那個像小國家像荷蘭它是 它確定了 它經過再處理之後的那個 這個回來之後先擺個一百年啦 再來再來處理說這個一百年之後再來 百年之後 我們都不在啦 但是他們是經過立法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技術出來啦 對 那個荷蘭是經過立法做這樣的事情 假設我們也是出去然後 這個處理之後 又回來台灣 我們可以藏在哪裡 我們可以儲存在哪裡 對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要再規劃 20年之間來規劃這個事情 就是你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讓人民沒有辦法去放心的 讓你說去了然後又回來 這個我們怎麼會放心呢 這個根據國際公約 覺得到現在都還沒有規劃 你就開始做這樣的一個程序 會怕耶 對 根據國際公約 這些最後的這個合肥料 還是要回到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裡出去的就要回來這裡 那個董事長 你知道我在經紀委會多年 我一直說 誰做的這個核能啊 就誰去最終處理嘛 美國的態度怎麼樣現在 他們不要幫我們處理嗎 美國現在還沒有 因為它原先原先是有 韓國怎麼處理 韓國也是買美國的 韓國最後也是要自己處理 也是自己處理 對 所謂的自己處理是連出去都沒有 他們國內自己處理嗎 最終處置啊 他也是找一個野脈廠 他是直接做最終處置 也是找野脈廠處理 對 他們在國內直接找野脈廠 當然這個是涉及到專業跟未來的技術 我不知道了 但是我最後要問你的是 蘭里的這種低階的合肥料怎麼辦 有沒有即時處理的這種程序 對我們當然這個 根據那個 根據我們立法院的那個地方設計肥料 現在可能有一點 地方政府都不願意辦理公投嘛 所以這個路已經有點停滯了 那個董事長 博士公投的問題是 已經跟這個亞美族講好要簽嘛 要簽什麼時候 你們有沒有一個時程 你敢把這個高階的東西送到國外去 去處理 也公告了 何以不能處理這個低階的送回台灣來 也給他公告一下嘛 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對啊 你們就是這樣 所以難怪蘭里都不跟你們簽這個土地租約嘛 現在簽喔 最後還是簽了 現在簽了 你們有什麼方法說服他們的 沒有 我們有照規定啊 照程序這樣走 原先他們可能有選舉的考量 現在選舉過後 所以這個處理了 新的鄉長跟你們簽了嗎 簽了喔 那你們有沒有在想說 我們什麼樣的一個時程 什麼樣的方式 把它運走 我們是有在想這個東西 但是確實每一條路都並不是很好走 如果簽到國外呢 運到國外呢 有沒有可能 就跟這個高階一樣 這個基本上 這個選項也有把它當作一個考慮 大陸一直說可以啊你們送來啊 我們有沒有試著跟大陸來討論這個事 這個都有在接觸 接觸的結果是什麼 到現在為止 現在還不明朗啦 還是不明朗 對 那基本上他們是願意的喔 我們都是用少數民俗的角度身份 去跟他們談 他們說可以啊可以啊 那你說還是不明朗 還是不明朗 要不是說過耶 我不知道我也是 但是我看他們是很誠懇的說可以處理 所以你們再去喔 應該有原住民的代表陪同你們去 去來談 從這個少數民俗的這個角度啊 談搞不好更容易 對不對 你們都想一些方法嘛好不好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田邱警委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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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見